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是由张子怡郭富城主演的 在一个艾滋病村发生的故事 在一个穷村庄里突然出现的恶极带走了很多村民的生命 其他人更是惊恐不已 卖鞋走私生意泛滥 无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给大家共用针头 造成了大量的绝症热病 村里有个老师叫老柱柱 他的大儿子叫赵齐全 就是无良商家中的一员 因为热血泛滥 有人认为是齐全做血液买卖带来的灾难 村民为报复齐全将他的儿子小心堵死了 愧疚的老柱柱开始照顾得病的村民 他的小儿子德义由于生活所迫去邻村卖血 也得了热病 妻子好厌嫌弃他 害怕传人给自己 于是德义也搬进了学校住 老柱柱侄子小海的媳妇秦妻 因为想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去卖血 得了热病也不得不离开家 和谐的生活被一系列离奇的被盗案件破坏 秦秦丢了心爱的棉袄 然后是丢了大米和村长的记事本 但之后陆续找到了丢失的东西 村里跟学校都还是陆续的也有人死了 当热病蔓延村子夺走他们的生命时 他们一样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略根性 偷盗略财争权短见 德义跟秦勤因为被盗案件 加上彼此的另一半都已经抛弃了自己 两人决定在一起了 这段恋情十分坎坷 伦理不容 村里人耻笑 但是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那个红本本 但绝境中的爱情并没有得到祝福和理解 幸福的背后 他们最终也逃不过热病带来的死亡 发病的当晚 秦勤将自己的身体浸在冷水里 给德义降温 本来就美好的发烧变得更加厉害了 第二天早晨 德义醒来后依然招手叫秦勤 可秦勤已经走了 秦勤的头边放着他们的结婚证 伤心至极的德义挥起镰刀砍向自己的大腿 血一直流出房门 他们用最后的生命证明了爱 有多难就有多灿烂 这是一部人性和爱的影片 他们虽然身患绝症 却也不顾一切的在一起 我们结婚吧 趁还活着 这句话是这么的坚定 而这个偏远的艾滋病村发生的这一切 是不是该让我们深思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